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华尔街焦点 美中贸易谈判看似进入最后阶段 但日前川经二会破局提前结束后 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上表示 自己从来不怕放弃任何协议 一旦协议不成功随时做好放弃的准备 对朝鲜如此对中国也不会改变 而华尔街知名投行高盛日前则发布报告 预测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望在三月下旬会面 并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协议 但强调协议的执行面才是后续关键 根据据亨网报道 高盛在最新报告预期 中美之间的关税可能会分阶段 在部分承诺满足以后 才会依次解除 预计直到2020年 部分关税还是会继续存在 高盛指出 经过最近几周谈判 川普将原定3月1日起加征的关税暂停 并预计再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面敲定最终协议 显示双方的贸易紧张局势有所改善 高盛在报告中指出 中美两国接下来渴望 一三阶段推进双方协商 首先两国官员近几周会继续开会 厘清部分还没有决定的分歧 第二阶段则是这个月下旬 两国元首可能碰面 如果进展到这个阶段 有75%的可能性 双方会宣布某种形式的正式协议 并解决当前包括知识产权窃取 技术转让等一些争议 至于第三阶段的重点则是协议的执行 高盛强调这个阶段的状况最不明确 而且部分关税税率还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目前还不清楚中美将达成的协议中 有多少关税会被解除或是降低 但高盛预计美国短期内 不会取消目前的关税 而且只有在中国实施协议内容以后 美国才会降低关税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此前曾明确表示 美国会依照比例原则与单方面的行动 来执行这个部分协议 高盛认为这代表 如果华府认为北京没有达成协议内容 可能加征新关税 或是扩大其中部分关税的税率 根据高盛的计算 如果美国最终还是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征收10%到25%的关税 并对中国剩余的2670亿美元的商品课证关税 可能为美国政府增加97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另一方面 在美国的关税威胁下 中国GDP则将减少0.3% 而如果对所有的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 北京每年将承担至少100亿美元或高出几倍的成本 高盛预期中美有75%的机会签订协议 日前彭博社也报道 美国官员正在准备一份最终协议 以便让川普和习近平在最快3月中旬举办的峰会签署 自由财经引述彭博社报道 美国财长姆努钦上周四受访表示 中美双方正草拟一份长达150页的文件 内容包含实质结构性改变的承诺 双方希望在这个月取得更多进展 让川习会能顺利召开 同一天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也表示 中美上周协商进展良好 在贸易协议文件当中 北京承诺弱化中国制造2025计划 并大幅减少对这些目标产业的补贴 而且中国人行对汇率市场的任何干预 都必须公开 尽管谈判看似走入最后阶段 川普上周四却警告 如果和北京谈的贸易协议不够理想 他随时准备放弃 同时白宫顾问库德罗虽然表示 中美协商进展良好 但他也爆料上周的谈判其实差点破局 副部长及官员谈判的第一天进展不佳 直到莱特希泽发出严厉警告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加以回应 才开始加速进行谈判 再加上莱特希泽这周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时 依然保持谈慎态度 表示现在要预测谈判结果还为时尚早 即使双方达成协议 美国也需要在未来多年保持对中方商品加征关税的压力 种种的不确定性 也为最快3月中旬登场的川席会添加更多复杂性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